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青农市集on air节目 一开始的农情农市播报台 今天跟大家介绍台湾第一部 以拍摄烟夜转型为主题的农村纪录片 成米香 这是在客家电视台2月8号晚上8点 即将放映的纪录片 这部片子的主角叫做阿斌 是一个59年次的美农农家子弟 在经历了都市生活多年的放浪人生之后 不得已返回农村务农 为什么不得已呢 我要是透露剧情 听众会不开心 所以我不会这么做的 而导演是谁呢 曾洪志 他是一个单机作业的驻地记者 长期投入纪录片工作 在最近10年 是以摄影机完整地记录了美农 农业发展的过程 这部片子费时5年 拍摄剪辑而成这部纪录片 记录的是一位浪子 返乡种植成蜜香番茄的奋斗过程 片子当中 我们能够完全感受到 主角心里头的冲突 还有他适应的过程 非常感人 再说说这个故事背景好了 说到美农 你第一个想到的农作物是什么呢 如果答案除了成蜜香番茄 还有烟草这一项的话 那您真是个懂历史的人了 西元1987年 政府开放洋烟进口 到了2002年 台湾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织 对当地的烟农来说 全球化好像一波一波的巨浪 冲走了政府保驾 收购烟业的时代了 农民忽然之间被迫自生自虐 所以被灭的结果是什么呢 人老了 走了 或离开农村了 想要继续耕种的人 就只好自己想办法找出转型之道 当年号称是烟城的美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发展出自己的成蜜香番茄产业的 在成蜜香这部纪录片里面 你会看着这个农村 这个家庭里的父亲交棒 儿子接棒的过程 这一路上其实充满了味知 还有情感拉扯 但是也充满酸甜滋味 就好比番茄 如果没有那个微酸的伪劲 就算它再甜 也少了味觉丰富的层次感 所以成蜜香的酸甜滋味 就好比农村里这些真实的人生 大家记得播控收看哦 在家里打开电视就能看了 客家电视台2月8号晚上8点 记得收看成蜜香这部很棒的纪录片 说到美农会想到什么样的音乐呢 那当然是林生祥咯 听到这首台语歌 有无有无是林生祥为电影 大佛普拉斯所演唱的片尾曲 作词者王昭华作曲林生祥 他们也因此获得金马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以前到台北的光华商场 除了买电子电脑用品 有些朋友都还习惯顺便买菜 因为这里有个很有名的希望广场 贩售非常多全台各地集结的蔬果 还有农产品 不过最近几年搬家了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吧 现在的希望广场 农民市集呢 是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 和林森北路路口 在捷运板南县的善岛寺 这一站 每个周末假日 全天都有贩售 这是由新北市农会所管理 集合了全国最优质的农产品 的农夫市集 对消费者来说 是比逛大卖场 好吃又好玩 而且呢 又对台湾农业 可以给予最好的支持的地方 而这个周末也就是过年前最后采买的机会 2月10号 11号的主题呢 就是全国青农派对 及农特产品的展售活动 所以注意了 您是家中担任采购主的吗 要把握机会哦 而农民朋友 如果想要来这里摆摊 贩售自己的农产品 当然也有机会啊 可以直接透过网络报名 输入关键字是希望广场 你可以找到参展报名的作业程序 经过初审和复审之后呢 每一周的星期一 就会公告当周的参展名单了 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 这个参展的资讯的话 可以打电话找陈小姐 02-2793-3858 02-2793-3858 希望广场的接洽人员 休息一下 回到青农市集onair 我们要专访一对 在新竹额梅乡 种桶干的夫妻 他们有很多真情告白 马上回来 就爱教育电台 你正在收听的是 青农市集onair 我是主持人大迷 新竹县的鹅梅乡 桶干是最出名的 其中一位果农 钟金峰先生 在两年前 电视新闻受访的时候 抱怨着 台湾的农业科技 称霸世界 但却没有人能解决他的问题 他的柑橘园区的树呢 正一棵一棵的死掉 这段话被台北的 土壤座物医生馆馆长 陈兴宗先生听到了 他主动联络果农钟先生 并且提出建言 于是展开两人 长达一年的合作 土壤医生诊断的结果发现 果树生病的凶手 竟然是太勤劳的钟先生本人 人客官啊 你评评理 农夫太勤劳 难道错了吗 今天邀请的是 从新竹种桶甘的果农 钟金峰先生 还有钟太太 来到节目现场 钟先生你好 你好 钟大哥 我是透过土壤专家 陈兴宗大哥 认识了您 您在俄美这个地方 种桶甘 已经种几年了 我们家 让种桶甘的话 我是从小就开始种了 那我自己完全接手的话 大概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 是 可你看起来还很年轻 我们这个青农市集 On Air节目 邀请你绝对是正确的 可是因为 务农经验进来 也已经这么久了 是 所以是家族的事业 对 那主要就是桶甘的 这个水果项目品项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 最主要是桶甘为主 最近这一年 您的果园经历了 也不止一年 可能一两年来 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 是 你的二十年来 可能这种印象深刻的 果园 这务农的人生经验里面 这种巨大的变化 可能数得出来 大概就几次吗 那我应该这么说 从前我们儿媒乡的桶甘 是在全台湾省来讲 是算品质非常好 因为在民国88年 参加全国的桶甘比赛 那也是最后一届了 因为我是产架班班长 那时候我带着我们产架班班员 去参加 去宜兰投城 参加全国的桶甘比赛 第一名到第九名 那我们这个班就拿掉 第一名到第八名 哇 那个时候是我们的一个 产架班的一个高峰期 那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农民 我的班员 我的农民 我们农民都很认真 得对自己产品很有信心 所以我们不管吃飞 做什么都 就很认真 然后很奇怪 然后这样一路这样过来 然后品质慢慢慢慢的 食好食坏 然后过了将近十年之后 就是差不多将近这十年来吧 品质就开始有点比较不稳定 那不稳定的时候 舒适就开始有点又有点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一直到这后面来 就是品质的稳定度不好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想说 用了很多的方式去 想去增加的品质的 回复到从前的古早味 但是都一直找不到方法 你们也是超努力 超认真的一群产销班的 朋友们农友们 在这么些年 比如说您的前十年 就是那个得奖的 包办了第一名到第八名的 那个一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的做法 跟后来发现品质不稳定 你现在回想起来 有觉得很剧烈的 不一样的做法吗 在那个之前呢 就是机械化没有那么多嘛 然后就是工作方式 就比较怎么说 化学东西没那么多 化学的东西比较少 对比较少 然后也比较就是 比较会去养草 因为没有那些机械 或什么之类嘛 那草就会让 草香就会很好嘛 然后慢慢慢慢的进步了 就是你机械就会多了嘛 然后就是会把古猿 顾得好像很认真嘛 这一切都是得奖带来的侯遗症 是的 人真的是会追求 希望能更进步 对对对 那种积极跟因为得到过那么棒的成绩 然后树是逐渐衰老 对就是容易生病 所以说我们面积减少很多 但是一直为什么价格起不来 是因为说品质不稳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感 因为我们背负着我们产交班长的 带领的那么辛勤工作的那种农民啊 的期许跟未来 那我们就要找很多的方法去回复 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方法 他每年每年宿舍还是衰弱啊 那有些就是就宿舍不好 就死掉了嘛 宿舍就死了嘛 那所以很彷徨越做越彷徨 越认真就越彷徨 然后你又用了很多的资产 用了很多的肥料啦 什么之类的 为了去救它 便造成说土地更大的负担 果树更大的负担 然后后面就遇到我们的陈信中陈老师啊 那给了我一些新的观念 当然这很冲击啦 因为为什么很冲击 这跟我们从前跟整个我们地方上 而没想以农业立乡 所有农业做惯性方式就是这样子嘛 突然丢了一个新的议题出来说 真的很没办法结束 很冲击啦 但是我们事实上 我们从前用的这种方式呢 当然是失败的嘛 是不是我们哪一个环节错误了 我们哪个环节让作物 让土地啦 让整个问题都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 只是说我们长久以来都这么做 没有个新的一个方式进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问题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遇到陈信中陈老师之后呢 他就跟我聊了一些事情 其实除了那很冲击之外 也很难去相信啊 没遇过嘛 是不是 太难相信 怎么可能叫我比少做事 这个水果会更好呢 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们太勤劳了嘛 你真的说的实话 真的 就不相信 所以你有没有偷偷的 就是也在另外的做自己的实验 倒没有啦 因为我的个性是这样 因为我做的方式 我们大家做的方式 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嘛 我们就 就是要试着去改变啦 就必须要吸收一些新的一个观念的方式 做的方式跟想法 虽然很冲击 所以我做了每一件 我想要做我从前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打通电话去问说 我这样做可不可以 就被阻止 对 很多 几乎都被阻止 那其他产销班的班员会不会觉得 更是要阻止你 不要听那个 会不会这样子 倒不会 因为我是个蛮有主见的人 这方面蛮有主见 你要改变一个地方产业的时候 就是要 总是有领头羊 要有人愿意去 我们不知道这是会失败 还是会成功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就试着去告诉自己 这方面我们应该去相信 去做改变 所以那个 很大的 转折点 就是你决定 一定要配合到底的 那个念头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那时候我们聊过之后 它的那套理 方式理论里面 其实就是大地万物的一个 共荣共存的一个 很和谐的一个相处模式 这本来就是对的事情 只是我们一直做到我自己无望了 所以说我们就完全照了方式去做 他讲什么 我就去想办法就去配合什么 就变成说 就死马当活马医 反正我术就已经很差了 就一直每年每年就一直谎话 老话 然后最后树就死了 那不试着就是去相信看看 也许我这样做成功了 我的产交办班员 他们看到这样子 他们就会有希望 就像我现在的农业结构里面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回来 是因为看到我们做了果树 什么都做了 状况不是很好 那年轻人怎么会愿意回来呢 所以说农民他越赚不到钱 年轻人都越不愿意回来 所以说我们总是要有人去做这一块 让我们台湾的农业 我们柑橘业 还有个未来性 所以您一直有提到 桶甘的树老化衰败的这个部分 其实你不是整个果园都这么的危机重重 是某一些嘛 那意思是这个树 以桶甘的树来讲的话 他树老了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他还是健健康康 他都还是很有生产力的是吗 是的 陈老师他有给我看过一些 我自己古源的一个状况 就是原是比较陡的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施作的部分 就是让他比较野放方式去管理的 就懒能管理法的 那树很好 几乎都不会有问题 然后呢 那就是机械容易到的 地是平缓的 一天可以采进去两三次 一个礼拜可以进去采过很多次的 那常常可以进去工作的 那地方就很差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 在这么资深的种植果树的经验 这么多年之后 还是愿意接受一个 那么样几乎是天翻地覆式的 就把你整个手跟脚绑起来 不准你动这个 不准你动那个 可是你还是愿意去做这样子的改变 然后最后当然我们很幸运的是 我们都看到了 最后的成果是成功挽救回这些 生病的果树 是是是 就已经没有 像去年到这个时候 到冬天的时候 树是整个黄化的 有些撑不过就往生了 那撑得过明年发芽 又来了一点芽 但是今年不一样 今天到年底 你看十二月一月 这个时候 就是那些网约树很不好的 我照了陈欣东陈老师的方式 去做了之后 相信那果树是绿油流的 但是它虽然还没完全恢复 但是以我的经验之后 它已经开始在恢复了 所以这很多问题 不见得是现成的问题 以这种方式去看的话 跟我之前遇到了问题 去求救的问题 那不见得就是一个这个问题 就是其实挽救回了更多 原本可能还会更大的危机 就做对了一个新的扭转的局面 今天访问的是新竹 鹅梅在这边种植桶甘的 钟晶峰大哥 还有今天大嫂也来到现场 那大嫂 我也想请问您一下 就像刚刚钟大哥 他用网声来形容他的同甘树 可见啊 都是孩子 都是家人 每一棵树对不对 他每一棵树都是他的小三 这太太说我就信了 可见他这个感情的投入啊 心力的投入 所以在遇到果树衰败的时候 他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关心果树比关心老婆孩子 是不是 我是不是说应该让这个大嫂说说话 一定有抱怨的 一定 你是说他怎么样个关心过度呢 你觉得 他一大早 其实陈老师 今天并没有叫他每天做什么啊 他其实就是非常自然的管理方式 但是他就是 可能这个人就是勤劳习惯了 每天也很早他就要回去啊 那他就想今天没事 为什么这么早就要回去 因为我们住在小镇上 对 那离我们的果园还有一段距离 那每天回去我就想 你是不是外面有外遇 天哪 种果树种到被老婆外遇 外遇 而且不止一株 是好几株 一整片 三甲多 三甲多 太可爱了 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比喻 那大嫂 所以该怎么办 你看着他投入那么多 尤其在遇到最近这一年 找了陈兴宗老师的 这个整个改变种植方式 之前 他因为面对着你们的这个果树 那些问题 献虫 以为是献虫的问题 然后果树衰老 一些败坏的问题 这些 你们是怎么度过那段时期 那个很揪心 真的 因为压力好重 前一年我们的收成并不是很好 因为一年比一年差 品质一年比一年差 那时候我们已经到了 快撑不下去的地步了 那刚好那个时间点就想说 哎呦 陈博士自己来找我先生 聊了过之后 想说我跟我先生说 既然前面怎么做都没有 没有什么成果 是越做越差 不如我们死吗当活吗 你试试看 后来好了 他做了 刚开始他也是抱着 很质疑的 怀疑的态度啦 他想我之前 每天要带着那个 杀虫鸡去找献虫 已经是一种 穷疾这个所有方法 是 那献虫根本肉眼 看不到他要一直一直去找出来了 然后之前他只要看草稍微 长个一公分 他就受不了了 那可是陈博士给他的观念就是 草最好尽量不要 没事就去砍啦 就算他觉得他认同 可是老人家也会受不了 所以我们刚开始 所以我们耳朵几乎快长茧了 对 应该是被念到 不知道要钻到哪里去 对啊 老人家会念啊 你那果圆的草已经太长了 该砍一砍了啦 后来慢慢的看到 我们的园区的那个自然环境啊 那个虫啊 越来越丰富啊 我甚至还有穿衫甲 像我最近 到禁果园的时候看到蛇皮 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 这么大粗壮的蛇皮了 你不怕哈 不会不会不会 我山上小孩没有关系 对对对 然后有看到很多我们的果子 还没有 其实还绿绿的就被松鼠吃掉 鸟啊吃掉 就知道 当我们农民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就觉得 就知道今年的橘子成品是甜的 真的啊 为什么 他们先吃啊 他们最早知道啊 有道理 因为之前已经很久没有这种 碰气的不得给你哄哄 吸引不了小动物 连动物都不屑我们家的橘子 好有道理哦 是 所以就整个生态系里面 如果越丰富 他们就越早来告诉我们 很早 今年好消息 真的是在好像七八月的时候 就有了鸟啊 什么松鼠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看了想 橘子还很小 看不出产量的时候 心里会痛啊 还没收成就被这些 一群动物给吃了 我们怎么办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蛮欣慰的 就是蛮感恩的 就是因为照着陈博士的方式 这样做 试作 可以预见这橘子成果会很好 这样子 对 其实是在碰肝开始就 让我很惊艳 很有信心的 因为销售这部分是我在做的 那以往每一次客户 客树都是到我这里 今年第一件出去的时候 我很期待 我忐忑不安 我很怕我的那个客户 老客户啊 会给我不好的那种讯息 那我就很主动去询问 他给我答覆是 好好吃哦 好有水 好甜哦 好有味道哦 我说可不可以说你的味道 你认为好的味道 说橘子味很浓 我就很开心了 终于放心了 终于放心了 对啊 虽然我们的外相没有这么的漂亮 可是那今年的那个外表 会不够那么漂亮是 那一定呢 也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的方向 风向 嗯 是会会有风八啊 嗯 这样子的 所以消费者真的都不知道 要买那个 是 有点丑的才是最好吃的 是啊 是因为我们的用要有减半 照着博士的方式做嘛 那所以你真的要找到完美 无缺 那我就会跟消费者 我的老客户说 那你可能要质疑我 我们今天所耕作的那种状况了 嗯 农药可能会很多 哦 那也很老实 对对对 那我说既然是自然农发 那我们就自然草生栽培 嗯 应该是不大可能这么完美无缺啦 是 对对对 那大嫂您跟着钟大哥 务农 这样也是一二十年来 十几年 十几年了 嗯 夫妻俩的这种果农的生活 最辛苦的是哪个时期 夏天 对 我随便猜 他有时候始作像他要 很药啊 以前哦 他常常一喷药就昏过去 啊 中毒 大哥 钟大哥 然后快急诊急救 中前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说果树不好嘛 那我们就会 嗯 就是药就会用比较多 想要去保护它 嗯 但是我们忘了是说 这果树东西 它本身就有抵抗力 只是你要 你要怎样让把它弄健康 嗯 嗯 那所以说 哎 我们就 看 有虫来了 我们就 盆 是 哦 这个虫可能要来了 盆 预防效果 对 但是呢 这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就把它的那种 整个昆虫它的那个循环啊 就是他们的那个 一物客一物的这种生态啊 给破坏了 是 所以它当然虫会更多啊 那你就变 一直不断的去用药嘛 在那个轮回里面 对对对 那那我们现在方式就是说 我们就去养 养草 草就去养 那让物种多 那个草的那个草象多一点 然后让它去去 物种去很多 嗯 那我那个 陈老师呢 他们也有去收集一些 我们的昆虫嘛 就看它的那个草 那个物种多不多 它有没有办法 一物可以一物的这种 生物的循环 这个部分是不是很好 结果像我们今年这样子啊 荣耀虽然用的很少 但是我们的那个 物种很丰富 嗯 然后生态也很变得很 比较好 虽然它橘子不会很漂亮 但它风味变好了 嗯 最起码 我身体也变 就比较减开 没有那么劳累了嘛 嗯 然后呢 它果心 它水果虽然不是非常漂亮 但它也算还不错啊 蛮漂亮的啊 因为 你没有去用农药 它一物可以这样子 果叶啊 什么的 它精油多嘛 是 变成说 一切从前我所谓的 害虫变少了嘛 嗯 所以我就比较不用去 喷啊 嗯 您晕倒过几次 数不清啊 数不清 数不清 夏天的很长 就就 要家人要待命 差不多回来生理不舒服 送我去点滴吧 掉点滴 今天能够听到 钟大哥坐在这里聊节目 也算是剪刀 之前我们都不让 我们自己的孩子进果园 哦 可是 最近我们常让小孩子进去 我会常常找不到小孩子 他们去果园玩是不是 吃爸爸种的帝王干啊 碰干啊 吃到找不到人 我也好想去那个橘子树下吃到饱哦 所以我就会念小孩说你们是来帮忙还是来那个 销量锐减 他们也是食物链里面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孩子会吃 愿意吃 因为小孩子的 该说反应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们就非常有信心 糟糕我又一直吞口水了 就是一想到 哇 这些画面还有这个 这个滋味 你们有自己的品牌吗 有成立自己品牌吗 哦 先生是用我的名字 千叶 这个叫千叶农场 好浪漫 千叶怎么写 千万的千上面有个草子头 是 树叶的叶 千叶农场 所以应该搜寻千叶农场也是可以找到 对 直接 直接相关的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这些 是 中大哥感觉很腼腆 然后 现在感觉希望 他以后都 可以不用再喷农药 你应该是蛮期望这样 对不对 大小 是啊 非常希望他懒一点 不要太勤劳 好 那我们这个 这种对话方式里面 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很浪漫 然后 这个 很务实的 很努力耕作的农夫 可是 其实 您的身体也是我们所有消费者 应该一起照顾才对 因为我们要支持这样子的农法 然后 支持 健康的农夫 还有很棒的农夫的家庭 是 然后 我们才可以继续吃到 每一年有这么棒的桶干 可以吃到 谢谢 谢谢 大哥大小 今天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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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千叶农场 来这边可以拜访很健康的桶干树 把桶干树当成是好朋友的拜访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节目里面 大家听到了 来自新竹 额梅的树梅的桶干 很棒的这个过年必吃的水果 那么在千叶农场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亲身的来这里进行一趟小旅行 大嫂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如果想要来千叶农场这边 是什么样的时间适合 然后来这边大概可以怎么样的参观 或怎么样的体验吗 我是希望消费者先电话联络 然后告诉我那个要来农场采果的时间 我好安排 尽量不要在下午两点之后 这个时候浓忙嘛 我们也有请工人啊 采橘子什么的 在两点之后会最忙 要收工收尾什么的 所以希望他们是在大概 早上的九点到下午两点左右啦 或是到下午三点左右这之间 那约时间过来这样子 那指的是现在过年期间收成期间吗 对在采收期间 采收期间 对采收期间 大概是会进行多久 进行到过年 过年前后这段时间 前后对对前后左右 对对对 跟一般的那种果园的采果 会有什么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是差不多 只是我们没有像人家有入园费啦 那我们纯粹是让消费者 亲自来体验采橘的乐趣 然后顺便来体验一下 我们的菊园有 跟别人的菊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也许到我们的菊园 可以发现到很多的昆虫啊 最近有来了一些蜜蜂啊 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知性之旅啦 昆虫之旅 听说还有穿山甲 是 不要去碰它 不然它会卷身体 对我们的住址是新竹县 二梅乡石井村6060号 很好记 然后我们家也有 小姑有个柑橘盐咖啡厅 对不过那个也是要事先预定 对对对 所以既然讲到预定 跟大家说一下电话 来采橘子的那个电话是 我的行动电话 0963-878-652 0963-878-652 是 所以这种进行跟消费者 可以让他们跟果树面对面 是 这种体会你觉得有什么好处 他们会说 我从来没有一个农员进去 还有人解说 让他们得到很多的知识 这样子 让他们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 对 所以他们觉得蛮特别的 在过年期 你们还更辛苦 你们没有去过年 没去度假 如果有人来 你们还是要招呼 要导览 是 没错 没关系 只要客户 大家吃到好吃的橘子 给我们一个掌声就好了 是 谢谢 谢谢大嫂给我们介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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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收听青农市集onair 大米欢迎大家 继续关心农村广播的 所有受访者的故事 网络上你可以搜寻 米米之音 将可以听到更多农村故事哦 米是稻米的米 米米之音 下个礼拜一傍晚5点20分 我们空中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